大道城商圈 今年吹起危牢改建風 像是我後方 這一棟透天座 四層樓占地大約四十坪 以總價一億五千萬的 價格在今年六月售出 拆算單坪約三百六十二點九萬 老布莊搖身便發燒地皮 說明大道城遍地黃金 隔壁那個那一家也是 在賣衣服那一家也是 差不多這個行情 他們兩個都差不多這樣講 真的漲到寸土寸金 根據臺北市建管處 危老核准案件 二零一九年大道城商圈 核准兩件 集體面積合計兩百三十九平 二零二零年一舉要增至九件 面積來到一千七百七十三點五平 受惠危老改建 能夠爭取高額容積獎勵 推估這次登明超過三百六十萬的價格 應該包含在內 第一個它的土地使用的一個容積很強 然後很多都是商業區 那第二個它有很多的這種平房 透天措 所有權的比較單純 那它的土地齒分又大 那開發商進去整合的話 那透過危老的一個獎勵 可以爭取到更高的容積 大道城開發早是南北貨年貨集散地 中古屋行情落在五字頭 新屋則在七八字頭 今年也陸續有建商開發 每坪突破百萬元價碼 除了特定商業區 土地使用強度高 加上受賄危老改建 成了台北市蛋白區中的黃金地 三立新聞林書寫莫翔村 台北採訪報導